早晨好 看今天早晨 这个外边全部都说我下的是雨加雪 还以为它会下雪呢 前天上午我们要出去要寨去 很多年前朋友做生意 借了我10万块钱 但他现在的生意倒闭了 店里边有点库存 我会去拿点库存 这外边果然下雨了 这一大早我们去要寨去 要寨去 我朋友开的一个是 一个电脑店 然后经营不善 现在资金压力又很大 然后也给我们还不上钱 然后看看能不能 从他那儿拉台电脑 抵战 走去看看去 我们去拿了一台 今天外面天气不太好 回家再看 我们在这边装电脑 突然一回头 外边白了 昨天下雨 今天下雪 看看这雪有多大 我的天 这天气 北方到了春天 先是沙尘暴 然后是下雪 然后是下雨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最后你的车上就会变成泥一样的 看一下这雪好大 这把什么东西刮飞了 什么东西掉了 墙皮掉了砸车了 墙皮掉了 外墙皮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还是从顶上刮下什么东西来了 掉在这个车上了 到这边打开窗户之后 才能看到 还把那个车砸的 这外墙掉下来了 这外边现在 这属于是极端天气 探索区能看到这个桌 从我们这个两栋原楼中间过 左边的往右边刮 右边的这个方往左边刮 正好刮在这中间来 哎不行了 我在我妈这屋 哎呦呦呦 这把窗户关上了 风太大了 今天这一整天都在升级驱动啊 什么乱七八糟下的东西 看这个家伙 就卧在这个地方不走 你出来逛逛啊 来 一回头 外边还是 雪花飘飘 这下雪 地上都没白 证明现在的温度已经很高了 不可能再积雪了 今天不出去了 我们现在就在家里边 我们还有一整项的东西 没有拆箱 这些都是我们那些配件 这懒得拆 快偷上放车直接用 我们把软件装差不多了 幸亏现在网速比较快 下载这些东西都十分十分的快 大多数都是正版的 没有几乎很少用盗版的软件 所以这个安装起来就比较方便 我们现在先 让这台电脑跑下翻版 我们找一下 看 下载了个卢大师 跑分就不要空电脑跑 一定要把软件全部安装完了之后 我们把下面这些进程全部关掉之后 几乎我们现在没有开着的东西 这有个硬件评测 好 我们现在开始跑一下分 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是什么东西都别跑 看下这台顶配的笔记本能跑多少分 看一下它这边的数值 FPS能稳定保持到130多 还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要是花这个钱 组装它台式电脑的话 估计只能跑得飞起来 但是呢 像是我们 在移动 总是在移动 总是在房车上 不可能抱个台式电脑 我这个台式电脑 就是因为在房车上用 长期颠簸导致损坏了 我到现在还没修呢 这上面插了个3080 跟这个显卡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当时台式电脑跑分是10万分 看这个能跑多少 因为我当时没有选1080的那个高刷的分 就这个屏幕哈 因为不怎么经常玩游戏 而且玩游戏也不玩这种FPS类的游戏 所以呢 选的是4K屏 4K屏呢 它一般笔记本都比较拉垮的 这个分辨率在那摆着呢 但是1080 360的这个 高刷的话 这个技能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你用过4K之后 很难再回去1080了 哦就是 我刚才查一下这台电脑 就是3080 应该这台电脑算是顶配的 它这个 这款里面 X17里面算是应该是顶配的 这是最终的跑分结果 148,244 这个排名 处理器呢 是i9 i9处理器 2.6核子8核的 显卡是3080 这个3080显卡还是不如3080Ti的这个 显卡这个跑分高 然后内存64这比DDR 这个硬盘呢 是两根2T的 所以它只测试其中的一根啊 一根2T的 然后看一下排名 排名大概是鲁大师 全国排名4180 就是在这个 这台电脑上 之前有4180个人 比这个强 所以呢 这台电脑跑分结果 还是让人挺满意的 这些3A大作 基本上你看 它说这个 包括AE的这种 绘图软件啊 绘图软件 AE不是做视频的吗 这个都可以 特效全开 效果很好 这样就挺不错的 可以 我们这个之后 就会变成我们游戏的电脑 我们工作电脑在哪呢 在招手查着 其实我们工作电脑 要是如果鲁大师评测的话 跑分肯定应该是比这台要强 另外一台 在这还没退役呢 还在偶尔在用